封杀伊朗熊猫 美国将退役的154架F-14战机全部粉碎销 虽然早在12年前就全部从美国海军退役 但格鲁曼F-14熊猫至今仍是最令人生畏的战斗机之一 在首架F-14A交付伊朗帝国空军IIAF的41年之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IRIAF目前仍在侧62架熊猫 其中约45架仍然是航并处于不同任务状态 鉴于熊猫战斗机的复杂程度 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 如果没有合适的后继机 伊朗熊猫将继续徘徊在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中部高原上空 伊朗空军已经自力更生对该机进行一定程度的升级 使熊猫能继续统治伊朗领空直到断世纪30年代中期 最后的F-14大猫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 新政交和伊政府试图把西方装备从伊朗武装部队中清除出去 崭新的熊猫战斗机正是这样一种被视为 是就伊朗帝国空军象征的战斗机 伊朗向加拿大和土耳其推销了熊猫二手机 可能是操作成本过于高昂 最后都未达成交易 由于伊斯兰革命的动荡 伊朗77架F-14A中只有13架试航 有资格的飞行员和雷达拦截官员 没有 也只有113名 随着两一战争的爆发 F-14A评级强大的AWG-9雷达和大型休斯AIM-54A 不死鸟空空导弹在战争中发挥出色 对伊拉克战斗机和时升机进行了多次杀戮 伊朗空军在两一战争中损失了11架F-14A 其中6架被伊拉克空军战斗机 主要是幻影F-1击落 两架被几方地空导弹误杀 另外两架因机械故障而坠 最后一架在飞行员艾哈迈德·莫拉比塔利比上尉的驾驶下叛逃伊拉克 却被不知情的伊拉克尼格赴23击落 胡说迷离的真相 1981年伊拉克航空工业公司RSI 开始尝试对停飞F-14进行大修 以尽量维持熊猫机队的状态 7年后 RSI已经完成对大约30架熊猫的大修 在1988年9月22日的德·黑兰纪念两一战争爆发的阅兵仪式上 24架熊猫编队低空飞过 这一事件让西方军事分析家的相当吃惊 他们没想到经过战争的消耗之后 伊朗还有这么多的试航F-14A 伊朗的F-14战斗机具有空中加油能力 伊朗熊猫在战后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 两一战争结束后 伊朗空军司令苏尔萨塔利下令 让伊斯法罕第八战术战斗机基地 TFB的16架完全任务能力F-14A重新部署到布希尔的第六TFB 在此重新组建第62战术战斗机中队 TFS专门负责波斯湾方向的防空 这些F-14几乎占了伊朗空军所有试航熊猫的一半 第62中队熊猫机队的状态在部署中持续下滑 由于第六TFB的维修人员缺乏经验 被键断缺和防腐蚀控制不力 到1996年只有11架飞机试航 其中只有两架具备操作AMAWG-9雷达的完全任务能力 第62中队在2007年解散 此时只剩余六架试航F-14A 其余熊猫因起落架 操作以免和电系部件过度腐蚀而全部停飞 糟糕的状况增加了RSI的大修压力 到2006年 伊朗空军拥有的63架幸存F-14A 分别隶属第62、第82中队和第83战术训练中队 中仅有16架试航 其中只有5架具备完全任务能力 此外还有6架F-14A正在进行大修 3架在RSI 3架在第8TFB的熊猫大修中心 另有29架处于缺乏被舰等待大修的状态 剩余12架全部报废 被拆除零件支援其他熊猫 重振熊 几乎在同一时间 美国海军开始退役熊猫 2006年9月 VF-31熊猫人和VF-213黑师中队 退役了自己的最后一架F-14D 几家与伊朗有关联的公司 开始设法从美国搜刮F-14被舰 并走私到伊朗 2007年1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 直接和间接销售F-14被舰的法案 为了进一步防止F-14被舰 落入伊朗手中 美国政府还下令 交所有在飞机坟场中储存的熊猫 截至2009年8月 一台粉碎机把154架熊猫完全解体 如今仅有少量美国海军的退役熊猫 被保存在博物馆 不管怎样 伊朗已经通过各种手段 搜刮到了一些被舰 恢复了对停飞熊猫的大修 RSI在2008年3月、6月、9月 以及2009年1月和5月 相继完成了对5架熊猫的大修 2008年6月23日当地时间 14时30、F-14A3-6002 在RSI完成大修后 起飞前往伊斯法罕 该机在16时左右抵达伊斯法罕 但此时机场已经关闭 安全观察员从炮到旁的一栋塔台中撤出 结果F-14飞行员在降落时忘记放下起落架 导致熊猫击负它的降落 这架飞机直到2012年才完成了再次大修 国际形势的动荡促使伊朗加紧修复熊猫 2009年至2016年间 甚至有6架作为备件来源的F-14 也被伊斯法罕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精心修复 其中包括自1998年以来 就一直处于储存状态的3-600016 到2008年4月 伊朗空军已经拥有了23架试航F-14 2008年4月18日 15架F-14A飞往德黑兰参加建军节阅兵 其中12架以4个三机编队做了通场 最后一个三机编队由于起飞时间被推迟 没有完成飞行任务 在随后几年里 伊朗在每年的阅兵中都展示了不同数量的熊猫 表示该机仍是一种活跃的现役战斗机 伊朗空军近年来损失了五架熊猫 其中两架因技术故障坠 另两架因飞行员失误坠 2012年1月26日 F-14A-3-6062的坠事件有些神秘 这架飞机属于四架前初步数到布希尔执行快速反应警报 QRA 任务熊猫中的一架 当晚挂载了AIM-9J和AIM-7E20 但紧急起飞拦截一个不明目标 结果在阿巴斯克岛上空爆炸 事故发生后 其余三架部署布希尔的F-14A都返回伊斯法海 接受检查和待休 试图查明坠机原因 但伊朗陆军情报和侦查司令部认为 这架飞机是被美国海军军线击落的 大猫的心声 为了维持熊猫的战斗力 伊朗空军启动了881项目 对F-14A的航电和武器实施升级 F-14A-3-6049被选为项目原型机 于2008年12月30日抵达梅赫拉巴德 在维持三年 在维持三年的项目期间 该机的AMAWG-9雷达得到了修复 并集成了新型空空导弹 如沙辛空射型和法克尔-90 虽然伊朗空军还保存少量经过大修的不死鸟导弹 但这些宝贝要留到战时才能使用 沙辛导弹实际上是装备了新型半主动雷达导引头的AIM-23C-3G-2 Main-23B霍克地空导弹的空射板 法克尔-90则是安装了沙辛导弹制导系统的AIM-54A 从一种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变成了半主动制导导弹 2008年 一架F-14A成功试射了这两种导弹 伊朗空军还计划对3-6049重新布线 以挂法和发射R-73E红外制导空空导弹 但由于F-14A缺乏红外搜索和跟踪 BURST系统 也就是说只能依靠AMAWG-9雷达雷达来为R-73E指示目标 有些小题大做 伊朗空军还计划增强该机的电子战能力 安装萨哈布电子对抗吊舱 但也未能实施 最终F-14A3-6049被涂上小亚细亚碎片迷彩 以F-14AM-M表示现代化的蜜目出现 该机在2012年1月18日首飞 于2012年5月交付给第81中队 2013-2016年间 伊斯法罕又把另外三架F-14A升级成了F-14AM 有趣的是在F-14AM的升级上 R-73只负责机身和发动机大修 与航电和武器有关的任何升级 都由伊斯法罕的专家实施 老而不死 2016年10月 伊朗空军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实战训练 有包括6架F-14在内的60架飞机参加 这些熊猫挂载AIM-9J和AIM-71空空导弹 执行了护航攻击机群的任务 至少有4架F-14A的机组 获得了用空空导弹实弹攻击卡拉无人把技的机会 这是10年来F-14的首次实弹打摆 在国际制裁下 F-14仍是伊朗防空的中间力量 这很不容易 虽然伊朗对该机的升级颇为有限 但卓有成效地解决了F-14的老化问题 尤其是TF-30P-414A涡扇发动机 伊朗工程师重新设计了发动机压气机和涡轮叶片 以防止在低推力和低速状态下发生常见的压气机失速故障 在具备改进的发动机 升级的航电和武器系统 寿命延长的机身之后 F-14AM将继续在伊朗空军中浮移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